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,我是Bembeo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意大利传统的面包 Focaccia Bread 用的料是一杯半面粉 一杯温开水 半勺盐 一勺半干的发酵粉 一大勺糖 还有两大匙干榄油 它上面放的是洋葱 蒜片 还有培根 好,现在我们先开始和面 首先将水 干的发酵粉 还有糖 先放 这样在里面静置五六分钟 待它有点发酵 然后再放面粉 好 现在顶上有一些小泡出现了 咱们将面粉 盐 把勺盐 还有甘榄油 这样盖上保鲜膜 让它发酵三十分钟 好 现在火热 加橄榄油 放入洋葱 蒜片 还有培根 像这样炒熟即可 这个面已经发起来了 我们现在放入烤盘 烤盘的底部 倒一些橄榄油 刷一下 然后将这面团 放入烤盘 然后再拿叉子 放一些小洞 让它不容易透气 然后上面 再撒一些油 然后再把 刚才我们炒的这些 培根 洋葱蒜 放在上面 盐 胡椒 这样再盖上保鲜膜 让它醒发 15分钟 然后放到烤箱 180度 20分钟左右 这时候我们的面包烤好了 现在我们把它拿出来 切开看一下 这样一个Fukaccia Bread就做好了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